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去茶楼 喜欢吃什么点心 我自己很喜欢吃 咸博餐 现在很多茶楼的咸博餐 多数都是 面粉 很少料 一吃就是吃到一堆 软软的面糊 所以我不太喜欢 在外面吃咸博餐 我喜欢自己在家製 自家製的咸博餐 够薄又多料 中间很圆糯 边边很脆 很好吃 材料和做法 都超级无敌简单 如果你想知道 如何在家製自家製咸博餐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芯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首先 我们要洗净虾米 然后浸它30分钟左右 浸完虾米的水 记住留下 一会儿有用 淋干碎后 将虾米切碎 切小粒些 煎起来 就会方便一些 加入炒香虾米 炒到虾米的香味出了 就可以炒起它 炒至虾米的香味 就可以炒起它 一只鸡蛋 加些盐、糖和13香粉 其实一般是用5香粉的 但是家里用了5香粉 刚好有13香粉 我就拿来用了 搅匀它之后 加浸虾米的水和清水 搅匀它之后 加低筋面粉和糯米粉 加了些粉之后搅匀 搅匀到没有粉粒 糯米粉可以令咸薄餐 有个软糯的口感 有些人不用低筋面粉 用中筋面粉都可以 这个面糊给它静至5至10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洗净韭菜 有些人不喜欢吃韭菜 可以用葱去代替 将韭菜切粒 将切好的韭菜粒和虾米碎放入面糊里 有些人还喜欢加入臘肠 看你自己个人喜好 如果你加臘肠的话 要把它切小块炒香 准备好面糊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煎薄餐了 我今次就会加多一点点油 因为想用半煎炸的形式 煎到它的边比较脆 里面比较软 再加弹是粉 倒入面糊 倒入粉汁的时候 不要一次过倒入始终 如果倒得太多 太厚 便会变得更厚 口感就没那么好 когда面糊已经熟了 我们就可以反转另一面 继续煎 煎到另一面都熟了 就可以上碟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多油的话 可以加少一点油 不过咸鲜鲜煎完之后 可能就会比较干身一点 没有那么湿润 你如果不够多油的话 可以在边边位那里 加多一点油 令到边位容易点煎脆 自家制的咸鲜鲜 够多料 自己喜欢下什么料就下什么料 下多少就下多少 好香咸香味 中间那个位 软弱 边位又够脆 非常好吃 吃完一块 真是停不住 不停要吃第二块 第三块 好快 整块咸鲜鲜就给我吃光了 这几样东西就是 今次我做咸鲜鲜的材料 你可以随自己个人喜好 再转换一下 例如可以将韭菜变成葱 或者加蠟腸粒 这里还有个详细的食谱 给大家参考下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 和分享